你好 欢迎你每天听本书 咱们就从解读中国最棒的科幻小说《三体三部曲》开始 首先三体已经非常出名了 作者刘慈欣也是中国科幻界毫无争议的第一人 而且三体就是刘慈欣的代表作 2015年三体的第一部得了世界科幻的最高奖 雨果奖 这是亚洲作家第一次得到这个奖 三体这个小说的主题是非常刺激的 大概的内容是讲一种叫做三体人的外星人来侵略地球 然后地球人奋起反抗的故事 故事是讲的非常精彩 但是三体这个小说最大的价值还不是讲了一个跌宕起伏的好故事 这部小说最大的亮点是它有相当的思想深度 我们知道有很多牛人是公开表示自己喜欢三体的 或者直接就承认我就是粉丝 你听下面这些人名 马云 马化腾 李彦宏 雷军 柳传志 扎克伯格 还有奥巴马 你看这些人都可以说是走在咱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前沿的人 而且很多名人在读完三体之后就忍不住跑到山西去找刘慈欣 然后当面请教一些问题 2016年刘慈欣在接受一本杂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他就说好多名人看完三体之后跑过来问我的问题 根本就不是一个科幻小说家能回答得了的 所以你看很多人在看完三体之后 心里萌发了一种对终极问题的渴望 一个科幻小说怎么能有这样的功能呢 这是因为三体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一个思想实验大合集 这个观点不是我说的 可以说是刘慈欣自己表达的 当然他的原话不是这么说的 他的原话说的是我只写可能的世界 这个意思就是说刘慈欣希望在没有明显的科学硬伤的情况下 在没有违背我们认可的人性的情况下 然后沿着一个真实合理的逻辑去推理出一个故事 那你看刘慈欣说的不就是思想实验的意思吗 好说到这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思想实验 我们来个定义吧 就是使用想象力去进行的 靠逻辑推理实现的 而不需要真正发生的实验 好可能这么说还是有点抽象 举个例子吧 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实验 可能就是那个加利略扔铁球的实验 这个高中物理课本咱们都学了 说的是加利略跑到比萨斜塔上 然后从塔上面扔了一大一小两个铁球 结果发现铁球是同时落地的 其实加利略根本就没有到塔上去扔球 他就是在家里 然后在脑子里用想象力把这个实验给做了 因为如果这事是靠想就能想明白的 那就连爬到比萨斜塔上 这个成本也是可以省的 好刚才说的就是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实验 那如果要问我们中国最著名的思想实验是哪一个 这个我估计我们每个人都做过 都是被迫做的 就是那个特别经典的问题 就是你说我跟谁谁谁同时掉水里面了 你先救谁呢 你看这就是一个在现实里面不太可能会发生的极端的情况 那为什么人们特别喜欢问这个问题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他可以在不用承担真的掉到水里面的风险的前提下 知道你在他心里有多重要 你看这个就是思想实验的好处 因为所有的事都是你脑子里面自己想出来的 那你就可以设置一些比掉到水里面更极端的情况 那这么一来你就能用很低的成本想明白一些很重要的问题 而三体的整个小说完美的做到这一点 所有的想象都是基于真实世界的推理 让你觉得故事里面的所有情节都是可能真实发生的 而且里面的故事够刺激够极端 所以我们这次讲三体三部曲 会把这部将近一百万字的故事切割成15个思想实验 我会尽量把三体小说里面每一个思想上的糕点都分享给你 希望给你15个扎扎实实的收获 而且听完这15个思想实验 三体三部曲的主要情节你也都知道了 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刘慈欣的三体世界 我们今天先来说三体三部曲的第一部 地球往事 原书大概20多万字 我把主要情节概括成了三个思想实验 下面我们进入第一个思想实验 在信息时代 一个普通个体能在多大程度上破坏系统 好 先亮一个结论吧 小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可以毁掉一个系统 在小说第一部的情节里面 人类和三体人这两个种族 都各自被他们阵营里面的一个普通个体 就差点都害死 相比之下人类被坑得更惨 这两个普通个体的名字 分别是地球人叶文杰和1379号三体人 好 在介绍这两个神坑的普通人物之前 我们先来大概了解一下三体人的基本情况 在离太阳最近的恒星星系 也就是4.3光年之外的恒星星系 就有外星人住着 就是三体人 等于说就睡在我们身边 三体人的科技是非常厉害的 就完全超过人类 但是三体人有一个最大的心病 就是他们的行星特别不靠谱 在三体人的恒星系里 一共有三个太阳 造成的结果就是 每一个太阳都对三体的行星有引力作用 好 这就是数学上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 就叫三体问题 这也是整部小说题目的由来 三体问题是个数学问题 很复杂 反正结论就是在三个恒星相互引力缠绕的世界里面 没有任何办法对未来进行确定性的预测 说大白话就是没人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所以三体人行星的公转轨道就特别难以琢磨 可能就是明天就呼啦一下 就被三个恒星里面那两个比较大的吸到跟前去了 那三体行星的表面的温度可能就一下升温 所有生物都被烧死 也有可能没准哪天又被这三个恒星里面 比较小的那个小弟吸走了 那这个行星表面就一下降到 可能绝对零度附近 所有动物就都被冷死了 那还有一个最坏的可能 就是你这个三体行星老在恒星之间 这么拉拉扯扯的换位置 有可能就突然一下没弄好 然后你的行星就掉到某一个恒星里面去了 那所有三体人就都得被烧死 所以说三体人的忧患意识就特别强 就他们疯了一样 想找到一颗靠谱的行星 说白了就是围绕一颗恒星转的行星 然后能够全体殖命到那去 所以三体人就成百上千年的 持续的做一个工作 就是监听宇宙里面来来往往的各种信号 就一点线索都不想放过 但是其实他们不知道 就在他们的旁边就有一颗稳定的行星 就是我们地球 好 这是一个大背景 那下边我们人类这边的普通个体出场了 就是他把三体人惹过来的 他就是叶文杰 叶文杰是一位女士 是中国人 1947年生人 叶文杰的父母都是科学家 本来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家庭 但是有一个悲剧 就是叶文杰的父亲在文革里面被迫害死了 所以叶文杰就对人类特别绝望 同时叶文杰又是做科学工作的 所以他就得到了一个便利的机会 能向宇宙发信号 他就把地球的情况都给发到宇宙里去了 这个信号可是三体人做梦都在找他 结果接收到叶文杰的信号的是一个叫1379号的三体人 好 这个1379号算是三体世界的一个底层公务员吧 三体世界是一个特别极权的社会 底层公务员的生活可以说一点希望都没有 加上这个1379号又是一条单身狗 就一辈子就是蹲在小办公室里 监听信号 而且一辈子什么信号都没停着 然后最后就挺大岁数了 也没对象 所以1379号就产生了强烈的厌事情节 他就觉得说 我这一辈子就活得有啥劲呢 而且好像我们每一个三体人 我看看身边的人好像活得都特没劲 然后我们还一心想要殖民到别的行星上去 那不就是把这种无聊的生活推广到全宇宙吗 那这么做对吗 那我们看 1379号三体人的这种哲学的思考吧 当然是无对无措的 但是对于三体人的生存来说 他的这个想法就是错进错觉呀 因为你就会耽误整个系统的未来呀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就是这么巧 叶文杰的信号来了 第一个收到叶文杰信号的就是1379 他把信号打开之后都傻了 说啊 这不就是我等了一辈子要找的东西吗 然后浏览了一下叶文杰发来的信息之后发现 哇 这是一颗又漂亮又稳定的行星 简直太完美了 但是对不起 要是早几年我收到这个呢 我说不定赶紧就给组织汇报 但是老子现在很厌世 所以1379号就做了一件特别不靠谱的事 他马上就给叶文杰回复了 劈头就是连说了三遍 不要回复不要回复 不要回复 我不管你是谁 但如果你不回复的话 在你的这个信号来源的方向上 是有无数颗行星的 那我们就确定不了你具体在哪 那我们就永远也找不到你 但是如果你回复了 我们是一定会侵略你的 1379写完这些之后 就啪的一下 直接把信息发回地球了 他等于说把千年或者说万年等一回的机会 就这么放过去了 等于他代表所有三体人做了一个就是我不想活了的决定 结果这个信息刚发走 1379号马上就被抓住 然后三体人的首领就看完了1379已发送的信息 就非常郁闷 就所有人都认为说那这个线索肯定是断了 你1379都这么说了 那不傻子才回复呢吗 结果没想到 在这场比两个人谁更不靠谱的比赛里面 叶文杰赢了 但其实这么说不对 其实是在比谁先能阻止不靠谱的个体捣乱的制度比拼里面 地球人败了 因为在1379号瞎回复之后 他马上就被抓起来了 三体人就亡羊补牢了 但是叶文杰这边就一直没有被捕 所有地球人都不知道 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叶文杰的人 在代表全人类跟三体人聊这么要命的事 然后叶文杰这边收到回复之后也很吃惊 说真的有外星人 而且还是一个不靠谱的外星人 咋还让我别回复 还担心我们被侵略 但是我叶文杰也不是什么正常人 我这边也觉得我们这个种族没希望 所以叶文杰马上就回复 说来吧侵略我们 我来帮你们获得地球 我们的文明已经无力解决自身的矛盾 我们需要外界的帮助 但是就在这个信息马上就要发出去的时候 一个领导发现了叶文杰 说你在干嘛呢 你不是在跟外星人联系吧 然后叶文杰直接就杀人灭口 把这个领导给干掉了 而且为了确保自己绝对不泄密 把自己的老公都给捎带着杀了 等于说叶文杰是下定决心 要把反人类这事进行到底了 然后叶文杰这条回复就飞了四年 飞到了三体世界 三体人收到叶文杰的回复之后 又看傻了 说还有这么傻白甜的生物 而且太幸运了 离得这么近 才四光年 那还说啥 这不就天赐不取 反受其就 然后三体人就把整个行星的所有资源 都用在造飞船上了 然后同时三体人积极联络地球上的叶文杰 就说叶文杰 请你在那边做好我们的接应工作 好 刚才说的这段就是三体整个小说 在时间线索上的最开始 三体这头恶狼就是这么被放进来的 所有所有的故事都是从这开始的 好 那我们回头再看一下这个思想实验的提干 叶文杰和1379 这两个可以说是无名小卒吧 一个是差点让自己的文明失去了一次宝贵的机会 而另外一个成功地给自己的系统 带来了一个几百年的噩梦 那我们看这种事在人类以前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在人类历史里面倒是有过一个普通的个体 决定了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的走向 这种事也不是没发生过 但是都得是那种位高权重的关键人物 就是你至少得是吴三桂这种人吧 你才能凭心情去决定一些事情 但是你听说过两个无名小卒 俩人聊着天 然后就把两个文明的命运就翻过来 调过去的改变了两次吗 这种事你听说过吗 在人类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 这种事都绝对不可能发生 但在一个信息通畅的时代 就是完全有可能的 说到这儿要顺便说一句 三体里面小说写的这个情节 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就是让外星人知道自己在哪 这是一个特别错误的事情 2015年也就是三体小说拿了余国奖这一年 霍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说了几乎一样的观点 就是千万别吓跟外星人联系 等于说霍金在逻辑上 是挺了三体的设定的 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你在乎的信息 完全可能在一个完全不起眼的节点上 通过一个非常普通的个体 以一个几乎荒诞的理由 在一个你不知道的时候 就这么泄露出去了 所以如果我们要问 说第一个思想实验 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 是让我们严防死守 保护信息安全吗 当然这个倒也对了 但是可能更重要的 给我们的收获就是 要把泄密这件事情 当成一个随时可能会发生的前提 来考虑所有问题 比如说如果你想做一件事 假设说一个创业项目 或者你想干一个远大的目标 但你这件事是必须靠 很多人同时保密才能干成的 那你最好还是别干这件事了 因为这个时代泄密很容易 保密很困难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思想实验的内容 在信息时代 一个普通个体 是可以毁掉整个系统的 下面我们说第二个思想实验 就是我们知道打蛇要打七寸 那如果要打一个文明的七寸 应该打什么地方呢 还是先亮一个观点 小说里面给的答案很明确 如果要打一个文明的七寸 就是打科技 再具体一点 打基础科学 下班我们来看看小说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好 刚才我们说到 三体人全副武装决定来侵略地球了 但是这两个行星之间 毕竟有四光年远 而三体人的飞船飞不了那么快 只能达到光速的百分之一 所以这四光年的路 三体人要飞400年才能到 而三体人考虑问题还是很细致的 首先他们知道 自己在飞船上这段时间 科学是肯定进步不了的 因为飞船太小了 装的资源也不够 就没有办法一边飞一边研究 所以他们现在的科学是啥水平 400年之后到了地球 还是啥水平 那他们就必须问一个问题 就是在他们赶路的这400年时间里 地球人的科技会不会反超他们 然后三体人就回顾了一下 人类的发展历史 然后就被吓坏了 答案是 不是会不会反超的问题 而是反超多少的问题 你看人类从旧石器时代 到新石器时代 用了几百万年时间 就是用的那个石器 基本上没变化 但是从冷兵器到热兵器 才用了几百年 然后从热兵器到核武器 才几十年 那照这个加速度发展下去 400年 那人类还不得登天呢 说不定人家人类先冲出来 把你给灭了 然后再反攻过去 叫什么 犯我强人类者 虽远必诛 所以三体人必须用什么东西 把地球人的科技给锁住 那怎么锁呢 三体人只干了一件事 就是打人类的基础科学 说白了 就是打一些 看起来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科学 好 这个做法可能跟我们的直觉是相反的 我们总觉得应该是打我们的宇宙飞船技术 或者是打我们的激光技术 核弹技术 但是三体人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他们攻击的目标全是基础科学 打个比方你就懂了 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出发去侵略一群森林里面的原始人 但是路上要走400年 那在这400年时间里 这个原始部落出现什么事我们最害怕呢 你想啊 如果我们发现这帮原始人成天琢磨 怎么提升弓箭的射程 或者说我们在箭头上涂抹哪一种青蛙的毒药 这个毒性更强 那我们就很踏实 我们的态度就是 那随便弄 甚至还挺高兴的 因为我们知道弓箭这条路走到头也没前途 但是如果这时候有一个原始人成天不务正业 就老琢磨一些看起来很没用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人成天琢磨 说石头是什么构成的呢 木头的成分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比较倾向于要把这个人干掉 因为这个人将来有可能是一个化学家 那有了化学家 原始人就离造出枪劲的一步 所以你看从这个比方里面 我们就得到两个结论 就是我们不害怕敌人的应用科学上的进步 就是你怎么练弓箭 我们不怕 我们害怕的是 敌人的科学站到了新的理论台阶上 而能让对方站到新的理论台阶上的 就是那些 就是一开始看上去很没有用的基础科学 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段落提出的那个问题 怎么打一个文明的七寸 就是要打它的基础科学 如果一个文明的基础科学没有进展 那就等于给这个文明封了一块天花板 就是你们只要不上这个台阶 不管你们在天花板底下怎么折腾 都不会出什么大事的 那在三体人看来 人类现在在一个什么层级呢 好 说到这儿我们就要顺便介绍一下现在人类科学的一个大的进展 人类的探索方向可以总结成就是极化的两个方向 一个是极大 一个是极小 极大靠望远镜 极小靠对撞机 我们先来说望远镜 那往外看看什么呢 这儿稍微说的不严谨一点 可以说是三个字 看热闹 看热闹有个特点 就是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 事儿越大我们越高兴 所以我们就专挑什么超新星爆发 黑洞互撞 还有什么星系合并这类的大事看 这些就都是宇宙里的宏观现象 但是看完宏观现象之后 我们怎么理解本质呢 答案就是回到微观世界 现在人类发现整个宇宙有点像一个 就是俄罗斯方块的游戏 就你别看宇宙那么复杂 那么多星体 但是本质上可能就是由17种粒子 也可以理解成17种俄罗斯方块一样的积木 然后拼拼拼拼起来的 这个就是现在的粒子物理标准模型 关于这个话题 在咱们得到APP的订阅专栏 卓老板聊科技里面讲了 这个理论就认为 整个宇宙就是由17种基本粒子 然后通过一些规则相互拼接 把宇宙给拼出来的 对装机的原理 就是把上帝给我们的这些俄罗斯方块 然后在一个很大的机器里面 加速到很快的速度 然后让粒子们互相撞 总之就是在非常极端的条件下 研究粒子的本质 明白了粒子的本质之后 这时候我们再结合望远镜看到的那些宏观现象 然后再做一些实验 我们就能理解很多事情 如果没有对撞机 那我们人类就真是傻了 因为我们就不知道物质的本质是什么 而酸体人要打击的 就是我们的对撞机 下半我们回到小说情节里 酸体人派出了一种叫做质子的东西 来奉住我们的科学 智慧的质 子就是原子的子 质子其实就是一个多功能的超级微型机器人 它非常小 所以质子可以被加速到接近光速 那只要四年多的时间 就能从三体行星飞到地球 质子的制造原理非常高大上 是三体的科学家 先在九维空间里 制造了一台叫质子的超级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结构很复杂 然后质量也巨大 然后在建好之后 三体人再把这台机器人 从九维空间 再折叠到我们所在的三维空间里 那经过这个折叠之后 就可以很方便的发送到地球上 质子来到地球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干扰人类的对撞机 质子不能破坏对撞机 但是它可以给对撞机捣乱 就质子可以变成任何一种粒子 然后用光速在对撞机里面穿来穿去 就能制造大量的假信息 那有了这些假信息干扰之后 输出的实验结果就一团糟 根本就不能拿来做任何研究 好 这就是我们第二个思想实验的内容 一个文明的七寸 就在它的基础科学上 再具体一点 在理论物理上 那知道这点 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收获呢 首先它是能增加我们的智时 智力的智 智时的时 它能让我们理解 人类文明进程的推进的机制 如果你以后再听到有人说 说什么 花几十亿造一个对撞机 这有啥用啊 那你就告诉他吧 这个太有用了 人类文明的跃迁 还有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 甚至有一天 如果外星人真的打过来了 我们拿什么跟人家打呀 靠的就是这些呀 同时了解这些之后 能让我们对物理肃然起敬 如果你的孩子在物理方面有兴趣 那你一定得告诉他 跟他说物理不是光是什么一个小球 一个小车什么推来推去做题的 不是物理是很牛的东西 人类的未来就靠他了 这样你的孩子会对物理很有兴趣 好 这就是我们第二个思想实验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的提干是这样的 一旦发现系统里面出现叛徒 那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好 我们下面接着回到小说的故事里面 我们之前说了叶文杰 是他把三体人引进来的 然后后来叶文杰在地球上 还干了好多别的坏事 他组织了一个叫做地球叛军的组织 就是召集了一帮反人类的人吧 然后他们的目标就是配合三体人 入侵地球 然后这帮人为了不让人类发现他们 就买了一艘大游轮 然后这艘船就不靠岸了 就在海上办公 然后在船上各种和三体人 来来回回的通信 等于说就是有很多 跟三体人的聊天记录吧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后来经过一番复杂的斗争 人类后来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了 而且把叶文杰给活捉了 也就了解了这个游轮的存在 好 那这时候问题来了 面对这帮叛徒 我们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小说给的答案是 干掉他们倒是其次的 最重要的是要获得这帮叛徒 和对方的聊天记录 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 一个叛徒能从前所未有的客观角度 来对你进行评价 因为他这话是要说给你的对手听的 所以肯定比说给你听的 更大概率上是实话 就是你到底是什么地方强 什么地方弱 这个反馈是有很高的价值的 第二点就是你能知道对手的重点是什么 在中国围棋里面有一句话 叫做对手的要点就是你的要点 意思是说如果下围棋下的一半 如果你觉得局势好像有点不明朗 那你就要跳到对手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就是如果你现在是他你最希望站到哪个点 那你就把子落到那个点上 他一定很难受 这个道理在今天的商业竞争氛围也是很通用的 就是如果你能了解到对手向叛徒询问了什么信息 那你就能推算出来对手的要点是什么 所以说如果你发现系统里的叛徒了 第一反应就是千万不要把他给抓出来 也不要惊动他 而是要先确保把聊天记录拿到 好 那下面我们就回到小说里面 我们来看第一部小说 最后面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段落 首先直接上船抓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这帮家伙都是亡命之徒 就跟耗子似的 就一旦发现有什么事不对 马上就删聊天记录 然后可能就集体自杀了 然后直接把船炸了也不行 因为万一把电脑给炸了 那所有聊天记录不都没了吗 最后人类就发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就是这艘船会在某一天通过巴拿马运河 巴拿马运河是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运河 这个运河最窄的地方就150米 所以跟一艘船在河里航行没啥区别 然后人类就想出一个方案 就是在巴拿马运河的两边 架起两根高高的杆子 然后在这两根杆子中间 拉满了直径式纳米级别的超韧性的细丝 每隔50厘米拉一根 这些纳米丝用肉眼是根本看不见的 但它们其实比刀锋还锋利 如果有一艘船从两个杆子中间拉的细丝里穿过去 那船上的所有东西 包括上面的船员 就会跟切香肠一样 被切成不超过50厘米一段的肉段 你想我们人的腿一般就一米 如果切成不到50厘米的一段 那你肯定就没腿了对吧 所以人就来不及走动 甚至就来不及做任何事情 聊天记录就能保存下来 你可能会问说 那万一要是把电脑硬盘给切了怎么办 好没事 人类专家想的很周到 他们说这个切面会非常的整齐 所以数据是可以恢复的 结果人类的这个计划非常成功 当时船在通过这个机关的时候 小说里面有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 说在这个切割的现场 这艘船就像一顶被向前推开的扑克牌一样 就刷的一下就分开了 变成了一个千层高的那个感觉吧 船被切成了一达50厘米厚的薄片 然后人类在船的废墟里面 找到了珍贵的聊天记录 一共有28个G 然后人类就仔细的研究了这些资料 得到了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情报 这两个情报可以说一个是一个大大的坏消息 另外一个是一个小小的好消息 第一个情报也就是那个大大的坏消息 就是质子那个东西 它除了是来给人类 封一道科技上的天花板的 它还有一个别的特别讨厌的功能 就是它是一个无死角 全天候多现成的一个超级监测器 等于说这家伙无处不在 就是人类说的每一句话 任何人干的每一件事 三体人全程都在看直播 那这个情报太重要了 等于说这是一个基本出发点 好吧 那以后我们再开会 商量任何战略阴谋 那就完全没用了 好 这是第一个大大的坏消息 第二个情报是一个小小的好消息 在整个地球上 三体人还是怕一个人的 而且只怕这一个人 三体人就派了地球 判军各种暗杀这个人 然后人类就赶紧把它找出来 发现这个人叫罗吉 很巧 就是罗吉思维前面那两个字 那个姓罗的罗 然后就把这罗吉扒了出来一看 说这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一个三十多岁的 一个普通的中国男性 但是不要紧 刚才我们说了 敌人的要点就是我们的要点 所以人类就对罗吉高度重视 好 那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思想实验 就是在系统内部 如果发现叛徒 最重要的不是灭掉叛徒 而是获取高价值的信息 在后来的故事里边 人类展开的所有战略 都是基于这两个信息 那想明白这个问题 我们的收获就是 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有叛徒 那请记得要学人类 要稳住 你最好能在叛徒不知道的情况下 查看一下他在向对手传递什么信息 这样一来 首先你能了解一个更真实的自己 同时你能反过来推算出敌人的策略 如果叛徒这个棋子用的好 你会比敌人更有利 好 那三体三部曲之一 地球往事就给你说到这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天下大事吧 那边强大的三体舰队已经出发了 大概会在450年后 我们的子孙后代会面临这些异形侵略者 他们的科技比我们强 他们用质子还封锁了我们的科技 然后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偷听我们的信息 偷看我们的资料 而我们对于他们完全不了解 那这个仗该怎么打呢 三体第二部黑暗森林 敬请关注 感谢你每天听本书